是的 主播我們持續來關心昨天晚上發生在台中新中街的火警 就在稍早今天早上午九點的時候 消防火調單位是已經來到了這個起火的大樓來進行火調的工作 而這個莊姓的女房東隨後則是搭乘了這個警車來到現場 要來協助這個火調的工作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女房東下車的時候 她其實是低著頭不敢 沒有一句回應 我們來看一下現場的畫面 那這名女房東一開始面對媒體怎麼詢問 她都是沒有回應 目前消防人員還是在進行火調的工作 而這起火警總共造成了六死六傷 包含莊姓女房東也因此而受傷 不過就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她是被帶回了派出所來徵訊 在今天上午的時候回到現場來配合火調的工作 而這棟七樓的建築物分隔成了四十一間的出租套房 當地里長就說這個房東長期是在一二樓的樓梯間堆積回收物 旅程不停 也造成火警發生的時候租客逃生困難 另外台中都發局也表示這棟大樓是私人產權的七層樓民宅 並未設置管理委員會 也不需公安申報 對於外界疑慮是否改革間成為了分租套房 將會依圖自派員瞭解釐清一旦違法分割改建 將會違反建築法以上是現場的情形 時間鏡頭先交還給棚內主播 好